鼓枝 嘢 當時 我是摩斯 Vir dagger 最後一次給你們一個клад 明天快要願簽租約 有機會搬進來 這個星期間 所以這個是一個最終的影片 現在是晚上10點 為什麼晚上10點我來拍這個影片 平時都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那個電工師傅 可能我們最近給他太多項目 他忘記安裝一些alarms 就是fire alarm、smoke alarm 他所以要補回來補 那我就回來check check完就做個video給你們 接著就會給個workthrough 這個property是54,000買回來的 我記得這個是 我是有一batch這樣的 這個是最後一間 我也想在這個video 多謝這個投資者他這麼patient 他是另外一個existing的投資者介紹的 我很thank you他這麼patient去等 因為其實這間屋就不是說很多很多東西做 但這麼巧又有個batch ok 那現在這個明天簽完呢 我們就會做paystate roadways 然後下個星期呢 我收四間property potentially ok 又next batch 來著 其實在後面呢 其實在後面呢 又busy著那個pipeline ok 那這個property買回來 54左右 那其實裝修的budget 呢 預了around 四千幾五千左右 然後裝修呢 就standard 1200至1500左右 那這個property呢 其實就 最大的issue呢 有兩個最大的issue 一個呢 就是那個電 那個電那個epc rating 是比較低 那它比較低呢 就 就是說它不energy efficient ok 它不energy efficient呢 那我現在給我的social housing provider 那間公司呢 就那個租金會沒有那麼高的 ok 那這個政策呢 它以前沒有inforce的 現在呢就inforce 那呢 就代表什麼 就是what does that mean ok it means它都會照收樓 不過它不會給我們那麼高的租金 因為它覺得呢 要run我們的property呢 它要用多些電費 那麼呢 所以今天呢 又要 就是我們做了一些improvement 那麼呢 就 跟它再去retest那個 我們叫epc energy performance certificate 那麼呢 就由個e仔 現在呢 變了一個d仔 which is ok 啦 最好呢 就是那間公司拿top的租金呢 就是c 要拿到c ok 那麼呢 這間property呢 拿A和B是不可能的 完全不可能的 完全不可能 其實c呢 都是theoretically 應該可以 but它會太多expense 是說的是在花很多千磅 還有些東西是外場的東西 which 我 外面的大廈管理呢 不會給你做的 根本是一個theoretical的measurement 是做不到的 所以呢 我在它自己internal呢 差不多做得 拿得盡的了 拿得maximum 那麼呢 就會拿多 就是拿多成20磅 25磅 一個月的租金 那這個是一個significant 的difference ok 因為你日常的嘛 就是你一年呢 你多幾百磅 差不多多兩百幾三百磅 差很遠 所以這件事就跟這個業主做了的 那 那為什麼 就是那個樓頂那裡 那個二樓又沒有這個問題呢 就 因為呢 這個ground floor ground floor 是沒有那麽energy efficient 因為呢 暖是會升的嘛 是不是 暖是會升的嘛 那它這些 這些樓呢 就是整六十七十年 那些樓呢 是地下呢 是solid floor的 是沒有insulation的 所以那個下面那裡會散熱的 跟著呢 它做個heating的東西呢 會升的 所以top floor呢 那個energy performance 就是高一點 高過這裏 所以它就沒有這個issue 同一座大廈 是不同的單位 有不同的energy performance的 ok 那不講那麽多energy performance 那我就 現在呢 和你們講一下呢 這裏的walkthrough ok 就是做了些什麽 thank you 我現在在廳那裏 那麽呢 就 我們換了地毯 這些傢俬 是joyce 和他sauce 那麽呢 那麽呢 還有呢 我們執過那個牆 那些 我記得呢 你記不記得 這是紅色 這部牆 是紅色的牆子 那麽我們現在和他 就是換了牆子 又油白了 那些屍頂呢 是有些裂痕的 我們和它補了 又油油了 這個燈 我不太記得這個屋子有沒有燈 好像沒有的 燈本身是不活的 我們要拉線給它 現在有很多人問我們 我拿的那些屋子 那個治安是怎樣 其實這個屋邨 現在是晚上的 那裏那個square 你看一下 其實就 看得不太清楚 因為那個reflection 其實現在是十點鐘 那我是感覺沒有問題的 這裡沒有安全的問題的 OK 那想和你們說一聲而已 我絕對不會買這些地方 我自己十點鐘晚上都不感覺 confident 那我們先進去廚房 廚房其實沒有什麼點改過 這個雪櫃是我們provide給 那個social housing provider 那間公司的 那個煮食爐沒有換過 這個抽油煙就是我們安個身給他的 OK 那麼洗衣機就是這裡 OK 洗衣機也是我們給的 微波爐也要 那麼這個水盆 一樣樣東西是original的 那麼我們呢 那個熱水箱呢 就box了他進去這個東西了 OK 就是不怕那個弟弟進去 又出不來 或者有電啊 怕他電到 那麼其實這個廚房就沒有什麼做到 那麼最大的東西呢 就是那裡這個corner位呢 記得不記得呢 他們有發霧 OK 那麼那些霧是死了的 那麼現在呢 就跟他做回好 就是我們怎麼說呢 撕掉了那個場子 因為呢 很多浸場子 之前是漏過水 漏完水呢 跟著呢 那些水積住在這裡呢 就發了霧了 不過這個 這個不是 怎麼說呢 不是現在漏水 是以前漏的 就是上面已經沒有漏了 那麼那個司令呢 又是很差啦 然後呢 跟他補回 油回油 那麼那個燈呢 就做回一個modern的燈在這裡了 這些呢 就是我講的那個heat alarm 這個是alarm來的 OK 那麼 那個師傅就不記得 裝這些這樣的東西 有三顆的 OK 有 這裡 廚房有一顆啦 那個廳那裡也有啦 跟著呢 那個 怎麼說呢 living room 也有的 那麼 隨便一個響呢 三個都會響的 OK 那麼 那個廁所呢 我們就沒有 沒什麼怎麼弄過來的 這個廁所呢 是original的 基本上 我們沒有 是make sure 沒漏水 OK 沒漏水 油下油 就OK的 這個 OK 那麼 外面這裡呢 地板呢 就換了 因為很可惜的 其實舊的地板都OK的 只不過呢 它這裡呢 就是因為那些質素不漂亮的 這樣踩 踩到呢 它好像legal那樣鬆了 那所以呢 就會爛的 那麼 遲早會出問題的 那麼 不如換了它啦 那麼呢 這裡的地毯又換了啦 那麼 這些傢俱是Joyce設下去的啦 那麼這個房呢 就 我們就留 下面那裡呢 你有沒有見到 上面有個好像divider那樣 上面那裡呢 我們keep original 因為那個場子 因為我想save投資者的cost 那些場子是OK的 跟著下面那裡呢 就不行了 我們就撕掉它 跟它換了它啦 OK 跟它換了啦 那麼呢 我這裡呢 就看後面的 這裡呢 喔 布啊 那些人呢 都是 就是 都是 都是 都是可能帶狗仔散步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的 OK 我拉回 放回窗簾 然後呢 我另一邊呢 我們 這個是大房 這個是主人房來的 那麼這個主人房呢 這些basic的傢俱 又是我們給那個 social housing的provider的公司啦 那麼 那個司令呢 又是有裂痕啦 有佛寶膠啦 我們拆了佛寶膠啦 跟它補了一部份的裂痕啦 跟著呢 我記得呢 我們 那些牆呢 就跟它補好它啦 那些牆子呢 應該是original的 我們是沒有換的 只不過是跟它補了而已 那麼 那個地毯呢 又換了啦 那麼 我想是 是這樣走光了 這樣呢 整個budget呢 就用了around 就是那個budget是應該around 五千磅的 OK 那個holway這裡呢 就那些燈呢 就跟它換了啦 有沒有看到 以前不是這樣的 那麼 還有呢 我看一下那個電板 那個電板有沒有 這裡沒有換 這個都是original的 OK 那是要pass的 要找到那個 electrical certificate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 就是這樣 我自己剛才走完那個walkthrough呢 我都很滿意 Joyce和那個team做到achieve到result 基本上是我太太呢 Joyce去manage的 去source gas 全部東西 是她做的 那麼那個大budget啊 要做些什麼啊 那我們就一起decide OK 那麼 那麼 現在呢 就很滿意 就不用怎樣concern 就是明天的租客呢 來簽約了 那麼呢 會take the meter reading 現在呢 要給office 明天呢 就跟它轉 轉meter reading 就是轉 就是gas meter 那些什麼呢 給那個 就是新的租客 我們這個property就完成了 又可以收了租 又可以開單了 OK 就是要invoice那個投資者了 又說多一次 很thank you 她的patience 在這個video 很thank you 她的patience 因為呢 她有些 怎麼說呢 是最後一個 在那個batch那裡 要排隊 要做事 那現在呢 就會 我們接下來呢 就 會concentrate in paisley roadways 跟著下個星期呢 within應該 十天內 又有成四五間 potentially 可以收到鎖匙 到時候呢 我就會在那裡 和你們介紹 還有我近來呢 我都在這裏 video和你們說一下 就 來近可能會再 另外一個video 講清楚一點的 就是 其實我都在看著很多些 BNO BNO的inquiry 那有些人呢 過來這裏 可能是租屋也好 或者過來這裏 要幫她買樓 來自己自住 那我都還沒想到 是怎樣serve 這些 這些 request 我呢 就 我想 這個月 個多月 來 應該都收了 十個 十個 request so far 沒有任何 怎麼說 沒有任何生意做到 這個 不是 我的重點 來的 我如果可以serve 到 serve到你們 如果你們認識人 是過來這裏的 ok 我不是encourage你過來 如果你真的決定都要過來的 或者已經過了來的 又不明白那個蘇格蘭 英格蘭的樓宇買賣 那我可以 我想我可能 as a service 可以assist 那個 買樓的過程 ok 那 其實在英格蘭 蘇格蘭 哪裏都可以的 還有做viewing 那方面 我都可以 可以幫到手的 就是如果 不是我自己親自去做viewing 如果你譬如 像萬城那樣 我現在 在Glasgow 如果你萬城 說我要看一間樓 我就 unfortunately 我就去不了了 這樣 不然如果 我可以安排人去看 我可以去幫你negotiate 我可以幫你介紹律師 我可以整個transaction 可以幫你做 那我還未想到 那些收費 那些structure 那些什麼 因為呢 是很 怎麼說 是 我就是在這個video 是和你們說的 那就是 我其實都很包容 你們呢 看看有沒有 可以給我一些 comment 就是現在 existing的人 existing的 公司 在做著這件事的 那給我去參考一下 因為你們知道 我是不是greedy的 我都想 就是不是想趁亂打劫 有些人很害怕 就是因為現在香港人很慘 ok 真的這麼亂 又怕打劫 就是 ok 我在這個video 是這麼多了 在下一個video 再見 thank you 我現在出來了 剛才在裏面 看不到外面 那這個是後門來的 那你看看這個屋邨 是不是很靜 現在差不多11點了 我走人了 那現在走回去車那裡 ok 就這樣 拜拜 拜拜